入水 這個饕水 我當初 這行黏色 是掉以輕人給稍分 這都arest取出 到直牌 割養是稍微作水 落後落大後味啊作水那種奇怪 但作水沒有暗水 作水沒有 我們湯淹水淹得不薄而已 奇怪 這樣都找不到新聞 我就自己聯書 我就打出來 我們每一區的 你們有淹水的 把你們的財政 贏品 來 放下 好 幾船 我跟你說 這 你講韓國瑜 穿九號 你看 你看這個 我們這個水狗 你看這個頂頭 已經糗糕了 這發幾年的糗糕 淹水十天了 我跟你說 已經淹十天了 過去了 過十天了 我跟你說 到今天去看不清 不清 那不是不反映 民眾說他有反映 反映在市政 所以有時候市政府其實是知道的 民眾反映 反映說反映十天了 淹水應該很嚴重了 反映十天了 到今天沒有處理 今天沒有處理 我還要民眾 撤到我的名字 我發電流 我才出民 市政府 市政府一直說 今天叫包廂去肥坑 我一禮拜 錢來會把它清掉 你這個東西 你剛才看的糗糕 那是幾年的糗糕 你這幾年都沒有清水到哪裡了 後來的水到發糗糕發膏 對啊 所以你鹽水應該要嚴重 對啊 連樹都能這樣長大 你如果高雄像這個情形 我你說韓國瑜去把麻煩到糟糕 麻煩到糟糕 我告訴你 你馬上隨著做也嚴重了 我們已經幾十天了 淹水今天幾十天了 不是市政府不知道了 人民眾反映了 沒有處理就是沒有處理 媒體也沒報導 沒有 對啊 因為是鄭文燦的關係 所以那些絕青們也都不反應 對啊 都覺得很正常 正常 因為喝水 大家就說 那個火爐很大 沒喝水 如果高雄吃吃水的 就麻煩到糟糕 我們喝水 糖喝水就是正常 你們高雄吃水就不正常 這兩特標準 你說民進都在支持 這樣不會這麼奇怪 是啊 民眾看到 在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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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這個政黨 我自己投降淹水那一天 擠就擠它 淹水的生活 你說 三點多開始淹 到七點多 那時候淹得很嚴重 我們鄭文燦怎麼說 他說 市府團隊會盡全力 讓積水區盡速恢復嚴狀 就這樣而已 發文 沒有去看嗎 沒有 不好意思 沒有去看 就在網路上面發個文 這樣而已 做市長這樣 這樣就五星級的市長完 沒有你怎麼辦 你咬我 就這樣而已 我跟你說 他只是說所有的 這些相關的水母叫什麼 要趕快去清水 我跟你說 結果人翻譯我 這個過十天 過十天 你是清水清到這個水狗 在家裡的時候 糗菌 縛下錄 還麻麻 你是清到哪裡去 那根本清不了 都是 都不清 對 不清 人家有反應 人家卡在1999翻譯 市政府之後 因為淹水太嚴重了 你沒有 完之後 你說這個就是因為 香港漏水 漏大雨漏太嚴重 所以糖漏水是正常的 不然你也要來勘援一下 你市長你關心 你不關心 你光臉書發一個問 你現在你是臉書市長 臉書市長就能你做到五星級市長 還有我跟你說 我們好歹 我們市長現在在美國 現在要做風台市長 你市長你不趕緊回來 你現在湯還喝水要怎樣 或是說你有茶不茶不差 你做大水你不知 做大水一天你讓我們市長在做 參加多年 在行銷 做行銷廣告 他們的廣談 參加什麼聽見城市的聲音 是聽見城市的聲音比較嚴重 或是聽見老百姓家裡面 淹水的痛苦聲音比較嚴重 可能百姓的聲音他聽不到了 聽不到了 他聽到的都是好聽的聲音 他都聽到王浩宇這種 做賺高雄人的聲音嗎 對不對 高雄人如果年輕是怎樣 你們選票率比較低 我跟你說 我相信我們台灣人 大家都善良 你如果要這樣做賺白行 就是為了選票而已 桃園市的第二月備金 怎麼那麼好用 這個預備金的用途還真多 可以用在客家文化 其實可以用在這個 農博志工餐會上面 但第二月預備金 桃園市政府都說 一切是合法使用 可是審計部就開始打臉了 你現在這個運用法是不對 是一個錯誤的方法 可是沒想到在桃園這個地方 錢這個東西 可以讓你為所欲為的使用 我們上一次的時候 這錢真的是動作塞在那邊 動作水流水這樣在開 但是很多建設 大建設都停都沒有 立正節運 上一營也是沒做 停了 鐵路在這裡也是停了 所以大建設都停了 但是稍微建設 就是公園做一個部幕 那做很多 因為單一廠商在做完而已 理存很高 所以如果那做很多 其他外廠辦很多 所以說我們的土地 湯的土地都沒了 這些伊比金 花在這裡 我說很離譜 我們客家事務局 去澳大利亞 去澳大利亞考察華龍舟 澳大利亞考察華龍舟 華龍舟的文化是從澳大利亞傳官 我知道他們可能有獨木舟 華龍舟跟他們似乎不一樣 可能是跟中國大陸 可能比較有關係 他應該要到秘羅加去考察華龍舟 才對 中國大陸去考察華龍舟 這樣也確定 怎麼跑去澳大利亞 去澳大利亞跳的 出國考察去澳大利亞考察龍舟 可能他們要去中 要去中這樣也沒話說 但是去中也不對 他考察茶茶茶唱做茶 考察茶唱去福建 對 這也不去中 做茶最出名是在我們澳大利亞 我們台灣茶是全世界 真是名聲全世界而已 結果你考察 客家事務局考察茶茶唱是 走去福建 大陸福建 你搞這個有離婦嗎 這就是他們的考察 就這樣開了 結果現在我們真的這次 綠色捷運開始在燈籃 一燈籃不得了 我們所有局處 每一局處的餘成15%都要靠外 靠外要做綠線捷運 因為不夠錢 結果我們的鐵路綠線不做 之前鐵路高架變地下的時候 說有無縫接軌 我看是七月時間去煮就過 無縫接軌 到最後現在 照說他無縫接軌 說滿兩年 滿兩年的時候 兩年前 三年前 台中已經高溫作會 台中高架已經過了 結果現在 我們到現在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現在我們的鐵路在這裡 交通部現在整個下來 要12年 如果要千幾億 現在我們的歷史前九百幾億 現在鐵路在這裡千幾億 立後還要去拿這15% 他就嚇到來開地下法捷運 拿到地下法 這是沒辦法 所以這錢錢這樣開 建設都停止 2008年的時候 檢察官對這個盧天玲起訴 最主要一點他辦紙商活動 跟找人抽領甘心 挪用公款 幫助了謝長廷 蘇貞昌他們的選舉 而且起訴的時候是求處 四年七個月的徒刑 到了2010年的時候 盧天玲被判刑確定了 而且還拿著國家資源 來幫助長艙選舉 而且涉嫌貪污 這樣的人現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再度執政 可以坐領高位 坐著高位 領著高薪 看來現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又運用國家的資源 來這樣子做幫助選舉嗎 而貪污的盧天玲 他伸盡了這樣四項的要職 民進黨現在用人的方式 很簡單只看一件事情 看你對民進黨的忠誠度 全台灣的勞工 你敢賣分 這個人以前就是全國三業 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 這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 就是怕雞頭的 這樣說不定為了要勞工 為了勞工打拼 為了勞工分頭 在怕雞頭這些人 因為怕雞頭 國民黨這個人就在怕雞頭 在弄 我們換民進黨這個人 這些怕雞頭 大家都有幫助搬 我們就搬到勞委會主任 你搬到勞委會主任 你是要照顧這些勞工 結果你花工辦雞 你用紫上活動 這些勞工的錢 是要發佈這些勞工 要替這些勞工 情處好理 你用抓上雞的勞工 人領警備 算了你找人頭 找人頭 又要對本 破行四年多 結果 民進黨這個 就算破行的 主要你以前怕雞頭 主要你有貢獻 你看現在的時候 越破行 越落台 薪水領越多 現在有做當事領 對 做幾乎的公司的這個人質 這不是只有這個 你叫做這個個案嗎 我們頭有的郭榮忠 郭榮忠因為匯算 選議員匯算 動算不好破行 結果現在做什麼 頭巡的當事領 你當作跟他一人做頭巡當事領嗎 他們好在社群精華局局長 台灣人 什麼 他們是這樣在把我們算 這樣在把我們分析 破行的人 可以做當事領 這不是這個道理 我們以前 如果國民黨的人 破行一四人翻起來 如果主要說太誇張 讓我們覺得你有發揮 就全一四人翻起來 民政黨不是 破行的關越多越大 薪水越高越高 一家怎麼領薪水 老白做頭巡當主流 好在做精華局長 你腦筋幾歲 你腦筋有什麼經驗 全是510 2.0 3.0 4.0 臺灣的國三人 你們這些人翻起來了 蔡英文你還要露台嗎 你說臺灣人 這個 蓋起來蓋起來 蓋起來 你說 你們如果臺灣人 兩個角色 要讓民進黨這些人 這樣把我們翻 算到 露委會的主委 主委委員 露港你撞得住 我說 這一邊絕對讓民進黨 七朝七朝 絕對讓就算 絕對不能夠蔡英文 這種新朝流 新朝流 這種團體 告一些 是我們臺灣的宿費堂 村長我們看到 這個鄭文燦 現在在桃園執政 四年多的時間 他的執政風格裡面 有人就說 兩件事情一定做 一個是撒錢 第二個是綁裝 而且讓桃園市的負債 變成了六都裡面的第一名 結果就正如你村長所說的 大建設停擺 小建設很多 但是利益潤都很高 而且好像都是單一的廠商在承包 我們湯這幾年來就扮多少 扮多少 扮多少 就讓大家 立民 大家這些林立長 跳腳 大家都這樣 大家噴米噴到 半年不用買米 這個農泊 開了幾十億 農泊 如果是過 就荒煙漫草一堆 完全都沒有什麼漏用 農泊 就這樣油浪車 一車一車 叫我們一個里長 大家這樣 稍微載人來 載人來 油浪車錢 或是便當錢 什麼 一日遊 這樣 就這樣想要人心 結果這樣 前行 帝書 我們現在的負責 爬山的速度是六都第一名 六都第一名 只要我們湯有很多建設 抱歉 除了說每一個公園 就做很多透明的灶 我告訴你 公園做的 那都站在唱上 價值還沒辦法讓你比一下 整個這樣 青菜動作幾百萬 幾千萬 如果外面就給你 裡面也對著打 所以也是沒有 這個 修工廠 修工廠 什麼 就多少 有多少做一些 再來就是說 外公 那邊外公 你如果新政依照 如果自立論 到五季用的時候 為了說 這個 我們的財政的困難 所以說 補助這些外公 你知道跳土翁舞 也可以補助這些外公 就銀河一個烤肉 或是說什麼 掛一個宣導報條 防毒 或是什麼 防家暴 我可以你申請一萬兩萬 但是如果現在 如果一個外公一半 那二十萬有夠嗎 如果沒有這樣 就有五十萬 那如果你拿錢 人家說 包括以前 受益的這些小團 就完 一樣 以前我可以自立論 才還兩萬 你一邊發二十萬 我怎麼不知道要怎麼開 還問說有夠了不夠了 大建設 大建設都停牌 湯朗 鐵路地下化 當地是地噴山 怎麼跟我們說 兩年無縫接軌 好 我看是兩年無縫建造軌 現在 中央已經 出負規劃出來 開始今年要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才沒有經費 我告訴你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土地發的事 我們現在土地發的事 我們現在土地發 那個土地發的人 台中跟我們做的事 人家已經 到達的人 現在土地發的事 我們現在土地發的事 沒問題 說我做什麼 前製工程者 不要多多多多 四部規劃剛好下去而已 四部規劃不代表你可以做 你土地這些房子 當時要聽 你要補助多少錢 你還要做變形 你知道你鐵路用鐵 本來是土地用鐵 要變鐵路用鐵 這又很困難 所以說 如果我們這個年紀地下化 鐵路過不地下化 二十年不知道做得到 做得不夠 當時說兩年 現在我看要放在二十年 民進黨當時支持鐵路地下 這些人 出來把我們討論 再來 我們綠色捷運 綠色捷運現在 中正北路 鐵像我唯起來而已 裡面還在擋槍 全沒有 我們的鐵路還在擋槍 也是沒有 社會重大計劃全停擺 這就是今天在討論 村長 我們看到桃園機場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A380可是非常大的一架飛機 他阿聯酋航空 飛進了我們的桃園機場 但沒想到 居然就在前天 那個鼻輪就被一輛拖車 給他直接戳下去 鼻輪幾乎都整個破掉了 搞到最後還要換輪胎 但是那個拖車可是 耗資7200萬元才買的 買了不到半年時間 就出了這麼大的包 當然現在陶基也認定說 這就是一個人禍的狀況 當然最重要人禍產生的原因 就在於你現在用了許許多多 仇庸的人在當中 他們都不是專業 所以說現在看來桃園這地方 有很多人都搶著找鄭文燦當乾爹吧 不知道 這個也有人說是鄭文燦的乾爹 抓去關了 桃園都知道 我們大家地方上誰不知道 鄭文燦的乾爹是誰 然後也自稱是鄭文燦的乾爹 我們在一般場合也都知道 抓去關 判刑 鎖惠 當然這是自稱鄭文燦的乾爹 但很多人要稱鄭文燦為乾爹 有自稱鄭文燦乾爹的 也有自稱鄭文燦乾爹的 反正就是 我也不曉得他乾爹乾爹 就有話講的話 要認對組織 認對了一切就好了 反正就 郭榮忠當時也是酬庸 這怎麼酬庸 他是選議員 然後當選無效是被 這不是當選無效 他是被判會選 有罪 然後自己辭掉議員 選舉還有這樣子 辭掉議員 然後讓對手沒辦法地補 這個法律就有問題 然後結果 就把他派到陶秦 去酬庸當董事長 然後為了說他做得非常好 其實 馬上買了兩輛什麼 號稱拖車界的勞斯萊斯 然後就講郭榮忠多專業 買了這兩輛車多了不起 結果出狀況了 勞斯萊斯你不夠專業 真的是很了不起 拖車可以去撞飛機 對 就是你 給你開勞斯萊斯 你沒經驗 還撞了飛機級的勞斯萊斯 對 還撞了這個 這個飛機級的勞斯萊斯 這接下來都不知道賠多少錢 這又是我們納稅人要賠 結果也不是只有酬庸郭榮忠 他們一家人都當官 酬庸郭榮忠 他說他兒子 後來他兒子出來選議員 也是沒選上 沒選上然後就 就給他當金發局局長 然後後來換他老婆出來選議員 他老婆也沒選上 沒選上結果 因為另外一個歐秉承 因為當時有貪污 然後就進去關了嗎 然後結果他老婆就可以递捕 那真的是照顧到他們全家人 對 郭榮忠 這個匯選 別人不能地補 因為他用辭職的方式 別人不能地補 然後歐秉承 這個他老婆可以地補 郭榮忠的老婆是落選了 可以地補 還可以地補上去 別人不行 他老婆會 所以全家人 這有人交的吧 我不知道法律他們加開的 中選會他們加開的 所以你看 郭榮忠現在就當陶行統治黨 議員當選無效的 因為會選的慈議員 然後兒子議員沒選上 最近的是一個一個當官 全家人都做冠 所以說有乃人 你也說全家人都做冠 邱議員 民進黨就是這樣 蘇貞昌真有遠見 他看在捷運的動土典禮裡面的時候 已經誇讚鄭文燦的2024了 看來你這結拜兄弟未來 還真的是有魄力有遠見 不是把錢放在自己的口袋 當然錢不會在自己口袋裡面 因為重點他把他自己的人 都已經站好給站滿了 照這樣下去 我是很有機會說下次 在外面可以跟人家講 你結拜兄弟所以你也有機會 卡位子 卡位我是卡不到 我不可能卡位子 我可以跟人家說 那個總統跟我是結拜換帖的 這個為什麼 因為照我們現在藍軍 還那麼多人 拜託放下自己內心的己見 你看看民進黨 看看新潮流 你如果能要繼續忍受 然後你真的還不團結 那我還真的四年後 我還真有機會說 總統是我換帖手禮 我真正是沒什麼想要這樣 其實他們你看鄭文燦 弄了一個交通幫 對 鄭文燦 之所以他能夠弄一個交通幫 坦白講 他在小英選舉的時候 他貢獻非常大 當時何卵軒 是當我們陶傑的董事長 上班時間 就開著他的坐車司機 然後進入他的服選辦公室 就被我們抓到 所以我那影片就放在議會 就質詢他 後來何卵軒 就跑到華航 就當董事長了 陶姬 什麼豪傑 陶秦這些 通通都是他們籌佣的 我跟你講 民進黨更厲害是怎麼樣 他這些籌佣的位置 籌到沒得籌了 就再成立新的公司 繼續籌佣 轉投資 而且這種轉投資 是讓你沒辦法掌握得住 比如說華航轉投資 就最簡單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們那個喜敵 比如說像我們桃園有個釀羽 他那個是匹務工廠 沒生意好接 我再跟你講 你看他們 你看這個華捷喜敵 股份有限公司 然後董事是誰 代表人是邱章信 邱章信是誰 邱贏的弟弟 邱章信現在認識什麼 華 華再轉投資你看看 對 好 結果變什麼你知道嗎 變外資了 變外資了 因為他們裡面 投資裡面 還有什麼英屬 什麼維京群島 變英屬維京群島的公司 然後他們就變外資 然後 你個管不到了 他是外資 然後華航有投資 你看看 華航投資一個外資公司 外商公司 搞到最後是邱章信在裡面 那董事 代理人是他 不是董事 是代理人 代理人是他 然後這叫外資公司 著手換優手 然後是由華航投資 這太扯了吧 人是沒得安插的 趕快再弄個公司 反正就一直投資 都是國家的錢 但是養的都是他們的人 對不對 台中選輸了 台中當航空城董事長 高雄來 也是在我們當機要秘書 都是這樣 所以你說2004 現在的2024如果 讓鄭文燦當總統 真的是台灣真的是 民進黨繼續吃乾媽淨 我們不希望 昨天晚上我在直播的時候 這個就聽到消防車 就紅一紅一 就很多量一直經過這樣 我的聊天室上面 大家就一直聊說 我家這邊大火 我家這邊大火 結果這個 很多人在講說大火大火 鄭文燦有沒有去現場 大家那時候開始關係市長了 為什麼 因為本來市長不應該 在大火的時候去現場 怎麼現在大家會這樣子講 全國的老百姓家都認為說 好像火災的市長 縣市所長要去火災的第一現場 那錯誤了 連消防局長都不應該去 救災人員 消防人員是不是 但是你看他大家在打 用所有全國媒體這樣是 在打韓國瑜的時候 什麼他五個小時以後 才去現場 這個某種程度 其實這媒體都在交壞 我們所有的老百姓 好 其實我也不認為說 鄭文燦有必要去現場 但是好 但是趙天玲 你說這個韓國瑜慢了10分鐘 其實SOP是兩個小時以內 發空汙警報就可以 他說他這樣算慢了10分鐘 但他其實是有在符合規定 我們桃園 這個空汙多嚴重你知道嗎 我們到今天陸陸續續 我接了很多的訊息 說他們的什麼眼睛刺痛鼻子 什麼痠什麼之類的 因為那個煙霧太過瀰漫 我們那整個大塊溪區 因為風速又很小 整個污染物根本沒辦法排放掉 沒錯 就整個大塊溪區 全部那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你知道嗎 結果今天我就問我們環保局長 我說為什麼 我們沒有發布空汙警報 他跟我說沒有達標 沒有達標 這火災這個煙霧瀰漫 範圍還有濃度 比高雄那一場還好嚴重 結果高雄趙天林把韓國瑜罵翻了 韓國瑜還有照SOP在做 我們桃園沒有 然後結果媒體呢 其實我在之前 我們就曾經舉例 他們在修理韓國瑜的時候 我就舉例 我們桃園11月的時候 也一場大火 也沒這樣處理 他們的公民團體就出征火 你知道嗎 所以其他的這個 我們講的統稱的1450英粉 也是來過洗版 來過說什麼我造謠 昨天晚上真的就是火災了 現在沒造謠了吧 都是事實 沒有人造過謠 結果也沒發布空汙警報